看第11題 它說有12條直線 其中有5條是平行的 另外4條是共點 其餘不共點也不平行 問可以構成幾個三角形 如果所有的直線都沒有平行也沒有共點的話 那麼兩兩直線一定會相交 而且是兩兩直線只交一點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認取三條直線 三條直線就可以構成一個三角形 那我假設現在這些通通沒有平行也沒有共點 那這樣總共多少 就12取3 12取3應該有這麼多三角形 但是我現在要扣掉什麼呢 扣掉這些平行的三條線不會構成三角形 那我們剛剛是假設三條線會構成一個三角形 那多少 就是那個12345 就5條啦 取3條 我再把它扣掉 扣掉以後呢 還有什麼 還有扣掉多少 扣掉這個 就是4條 取3條出來 取3條出來 這也不會構成一段線 還有另外一種情況 就是這裡呢 這裡取兩條 這裡取一條直線 這裡取一條 這裡取兩條 是會構成三角形的 但是我這裡取兩條 這裡取一條 是不會構成三角形的 所以要扣掉什麼 扣掉呢 這裡取兩條 1,2,3,4 5取2 這裡取兩條 這裡齁 4條取一條 然後把它扣掉 那這個呢 就是三角形的數目 這個等於多少呢 12乘以11乘以4 3乘2乘1 扣掉這個是10 然後這是4 這是10乘以4 所以這樣多少呢 622 這220 220 扣掉多少呢 40 50 54 扣掉54 所以應該多少呢 220 增加54 6 6 應該166 所以答案應該是 166的三角形 1 2 4 5 5 5